这两天 湖北仙桃的黄扇 到了大规模上市的时候 今天黄扇的产量如何 市场行情怎么样呢 一起去看看 凌晨5点 湖北仙桃市张沟镇 已经热闹起来 养殖户刘勇武划着小船 拔草起鱼 刘师傅 今天准备起多少 我今天起四个王爷的 四个王爷都是三公多斤 就在两个月前 刘勇武还在为自家黄扇发愁 先锋村家家户户养黄扇 全村养殖面积达4500亩 由于高温干旱 从7月份开始 全村800多口鱼糖 承受着不小的考验 黄扇它也怕中暑的 超过了37都 全部中暑都死掉了 为缓解汗情 当地指导养殖户打鸡井 抽地下水给池塘降温 才保证了今年黄扇的风产 近两个小时的捕捞后 小车满载黄扇 开进了黄扇贸易市场 谈价过乘不到十分钟 刘勇武家的黄扇 就被一抢而空 这家贸易市场 每天黄扇交易量 在4万到5万斤 占到国内市场的三分之一 38块钱金 我买13000几百块钱 这个黄扇我顺利于 这是我流行黄扇 今天价钱它高得很大 去年对比的话 今年美金高5块钱 目前价格还是比较理想的 超过了历史的同期价格 对 对 对